火山灰铺英国影响500航班 冰岛格利姆火山上周六爆发 火山灰先飘到斯坎地纳维亚半岛 昨天已飘向英国 这次的火山灰 喷发到最高20公里的高空 火山灰可能固执飞机表面堵塞引擎 宣布维力在引擎高温下融合 会吸附于涡轮叶片导致引擎熄火 基于飞安考量 英国北部和北爱尔兰近十个机场关闭 数千旅客受困机场 欧洲昨天至少500班民航班次取消或延误 去年冰岛火山灰搞得国际航班大乱的噩梦 仿佛重演 国内华航和长荣的欧洲航班 昨天都正常飞航 我外交部昨天也发出旅游警示 提醒国人前往欧洲要确定航班资讯 以免延误行程 东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前准备